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破损石川的棺木中 竟然出土了包括青铜器 铁器 玉器 七木器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其中的十一枚木毒和两枚铜印 更是给人们留下了 无数想象的空间 大木形制为何如此特殊 男性墓主人生前 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 他和其余三位侍者是什么关系 又为何同时安葬在 不具备合葬条件的土坑物果墓里 历经磨难却密封完好的 第四口棺木 保存情况如何 里面离奇出现的人体组织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2002年7月9日一早 好不容易撬开了三号关的一角 负责文物保护的一名女队员 赶忙上前 想要从缝隙里观望 评估文物的种类和保存环境 却被突兀出现的一条小腿 吓了一跳 埋葬两千多年 其实保护环境再好 也应该是一副股价才对 于是 在现场负责清理的副馆长 程志娟 也赶紧趴到缝隙处观察 尽管关内十分昏暗 但他的确看到 官业表面露出的是一条 完整的人体下肢 脚到小腿 大概到大腿那样子 我们当时一看 很紧张 大家都看到了 黑一号有尸体在里面 所谓尸体 那一定是各种组织 甚至皮肤都基本存在才对 二号关中的剪毒 漆木器等有机质文物 能保存下来 已经难能可贵 但如此复杂的人体组织 主要成分蛋白质又极易腐败 三号关中怎么会有尸体呢 惊讨过后 考古队员立刻跑去通知了 正在办公室准备上报材料的馆长周景平 他听到我们汇报了之后 赶紧过来 过来一看呢 再一先一看呢 确实是一条腿 还是看到那个一条腿 在官邑的表面 飘着一只脚 当时这个脚啊 腿啊 成那个藕白色 哎呀我看了以后 我心里是崩崩地跳啊 我说赶快把它盖上 自从20世纪20年代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 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 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的 地下遗存难以计数 作为验证文献记载的实物证据 遗存中出土的珍贵文物 与浩如烟海的史料一起 共同构建起一个 日趋完美的中国历史 在这些文物中 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分类 那就是诗诗 多年以前人们就注意到 始终处在保水状态下的物葬 例如在清高泥包裹的 楚式土坑木果木中 偶尔会出土 保存状况极好的有机制文物 如果说这类文物因为数量稀少 而民族珍贵的话 那么战国至西汉时期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诗诗 因为此前只出土刻三句 因此绝对可以用罕见来形容 都是极为珍贵的研究对象 透过这一类特殊文物 今天的学者们可以获得大量古代信息 了解诗诗生前的时代 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三号关储满官叶 古诗下肢肌肉完好 皮肤依然细嫩 这一定就是和马王堆汉木女师一样 异常珍贵的诗诗 得出这个结论 周景平瞬间感受到压力巨大 当时那个长沙马王堆 这个星锥老太婆出土的时候 那是我们装来总理现场 这个协助指挥 全国调动一些专家学者到现场去 你说在天洋港这个地方 指望我们一个馆来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当时难度还是比较大 感受到压力之后 周景平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向上级汇报求援 可是一通电话之后 压力不仅没有缓解 反而更加沉住 第一时间 我向省文化听他的电话 向他们报告的 这个出土的 这么一个不服尸体的情况 他们当时也接到电话 也感到懵了 说这个怎么办 省里没有经验 周景平又赶紧联系 其他考古机构 甚至直接把电话 打到了当时 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国家博物馆 当时我电话又拨通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 我给当时的考古部主任 心里想打电话 我姓主任 我说我们年营港 发现了一具不服的尸体 我说请您告诉我 像类似的情况 从我们考古技术上 应该怎么处理 他当时回答 他说我们从来没遇见 我们也不知道 从姓立祥那里得知 出土女师新追的 马王堆汉木 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发掘 女师一直保存在 湖南省博物馆里 于是周景平又马上联系 这两家单位 但马王堆发掘于30年前 当时参与发掘的学者 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 最终一个新的信息 给了周景平最大的安慰 向我推荐的一个人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许永庆 当得到他的电话号码 我如何至宝 马上和许永庆取得联系 许永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的 体制人类学专家 是国内为数不多 研究领域涉及古诗的学者 接到电话 他也异常兴奋 一边表示 明天就会抵达连云港 一边提供了一个配方 让周景平赶快把湿湿 保存在配置好的溶液里 找来一些冰块 考古队员先是给三号官降温 然后开始采购药品 准备配置徐永庆胶带的溶液 这时候他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不管以后我们找什么样的容器 才能把它移出来 这又是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想到的 就是我们浴棚浴缸 不就可以了吗 赶到建材商店的队员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里的浴缸 其弧形底部 并不足以让人彻底躺下 人在里面都是半灯子的 所以说为这个又费的一番周折 当时就是我们想了 浴缸不行 能不能用玻璃 周景平转而计划 定做一个类似鱼缸一样 长方形的玻璃箱 可是到玻璃店一问 由于制作周期比较长 这个方案也不可行 保存在特殊环境下的 有机制文物 会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 停止腐败过程 千百年后 保存环境一旦破坏 尤其是重新接触空气 腐败会再次开始 并在较短的时间内 迅速完成整个过程 这样的情况 有人称之为时间杀漏效应 这就是考古队员 争分夺秒的原因 盛夏时节 连云港的气温 接近40摄氏度 尽管依然浸泡在关业内 但关盖已经开启 女尸的一条腿 也曾经暴露在了空气中 珍贵文物很可能 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 随着技术进步 今天的考古工作者 如果遇到刚刚出土的 有机制文物 会喷洒一种特殊药剂 其作用是形成密封的保护膜 同时这种药剂 还不会腐蚀文物本体 在这种药剂发明之前 人们一度对时间杀漏 束手无策 1986年 湖北金门包山大肿发掘现场 铺在果市上的主席 就在考古队员目睹下 短短两个小时内 从翠绿变成了灰黑 同样是在金门 1994年初春 一伙盗墓贼挖开了一座 只有一果一关的 郭家港一号战国墓 并在洗劫了随葬物品后 把一具女尸从棺内拖出 丢弃在田边的水沟内 尽管天气寒冷 可是等到考古工作者 找到女尸后 还是发现 她的皮肤已经整体变色 给这具迄今为止 最古老的诗诗 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周景平自然不想类似的情况 在自己面前发生 于是他开动脑筋 又想到了一个应急方案 我们建筑工地用的 那个棚布不是可以吗 后来以后找了一个 就是钢管 砸了一个长方形的架子 然后用棚布 把它制成了一个水箱 做好一应准备 这时候考古队员 才彻底开启了三号关 透过半透明的关页 人们终于看到了 湿湿的全貌 他当时出土的时候 衣服已经全部腐烂了 就是赤鲁鲁的一个尸体了 关页里面 它有漂浮的那种 很薄的碎片 能看出来是湿纸瓶 都是在关页里面漂浮着 但是你用手去一捞 就是像进来 她就睡了 所以在她的骨湿的身上 是没有任何的衣服的遮挡 由于包裹女士的衣襟 已经基本腐化消失 人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仰面漂浮在三号关 关页中的是一位中年女性 五十岁左右 看起来就像在熟睡一样 整个骨湿是浮在 整个满满的一关水上面 比较饱满 颜色也是比较粉一点的 甚至比现在人的肤色 还要再好一点 是不单单是白 还要带一点粉的一种感觉 经过测量 女尸身长1.58米 不仅结构完整 牙齿齐全 头发浓密 而且皮肤保留有弹性 就连手足纹路都十分清晰 十多年过去 现在参观连云港市博物馆 看到这件特殊纹路 人们可能会有点不适 这其中除了心理因素外 还因为女尸本身 已经谈不上什么神态安详 可是在开关现场 考古队员看到的女尸 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官一出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变化了 而且变化还比较明显 双龙汉木会出现湿湿 而且是出现在 历经磨难的三号关中 实在是出乎了 所有人的预料 7月7日墓葬遭到破坏 8日现场清理 9日清晨发现湿湿 尽管大家已经在争分夺秒 但把湿湿浸泡在药剂溶液中时 已经到了下午 好不容易暂时安置好女尸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 三号关中的随葬器物 人们发现 双龙汉木的四口棺木中 铜钱铜镜属于标配 漆木器虽然也都有 但三号关中的明显保存的更加完好 保存至今符合关主人女性身份的七方合 七线绕 七尺 七针筒等器物 无一不是真品 尤其是表面会有线描车马人物化 长22.5厘米 宽1.8厘米的七木尺 更是为研究中国古代长度单位的演变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最令人惊喜的是 和二号关一样 三号关再次出现了木毒和铜墓 虽然都只有一枚 但木毒上写满了文字 保护程序过后 通过解读这些文字 势必能获取更多古代信息 这枚印章当时出土的时候 我觉得更觉得珍贵的 它那个印上边的那个皮 皮判都还在完整地保存着 那应该是流皮 与二号关类似 三号关同印 也出土于关主人腰部 关木虽然两次从高台跌落 可是众多有机制文物 不仅没有遭到破坏 就连位置也没有大的扰动 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更让人惊喜的是 由于密封完好 这枚铜印终于不再秀迹斑斑 而是可以清楚解读上面 用传书英课的文字 林氏惠平 在中国古代 乌龟象征吉祥长寿 因此大贵族常常使用他的形象 来装饰印章 汉代明确规定 只有一千旦以上官员的印章 才能使用龟钮 汉官仪中记载 列侯乃至丞相 太尉与三公 前后左右将军 黄金印龟钮 中二千旦 银印龟钮 因此林惠平的等级 应该在一千旦 至两千旦之间 旦是容积单位 一旦等于十斗 十斗粮食 重约六十千克 汉代之所以用旦 来标志等级 是因为那时候 给官员发放的酬劳 不仅有货币 还有路米 以汉代地方官制换算 龟钮同印的主人 应该是一名 周刺史以下的地方官员 最低也是大县的县令 当然 这并不是说 林惠平本人 担任过类似的职务 更可能的是 她的丈夫 拥有这一种身份 清理完棺木 考古队员又开始 清理师师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从女师身上留存的旗舰贴身文物来看 似乎与贵妇这个身份不符 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 手上还戴着一枚戒指 由于衣精包裹已经腐烂 这枚戒指十分惹眼 可是从直径1.7厘米 厚度仅有0.1厘米 质地为白银等细节看 它似乎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除此之外 女师的头发上还插有 一拆一击 但都是由牛角制成 整个双龙悍幕 只有二号关中 男性牧主人身边 出土的两块 从铁剑上脱落的玉制 林慧平本人 竟然没有佩戴任何玉器 与汉代贵族流行的藏域风俗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安顿好珍贵的诗诗 又完成了三号关的清理 又是一整天匆匆过去 7月10日 徐永庆赶到了连云岗 在她的帮助下 诗诗终于得到了妥善保护 经过与这位从事人类学研究 机缘巧合下 多次接触古诗的学者深入交流 考古队员们加深了 对于这一类特殊文物的认识 历年以来出土诗诗的墓葬 主要由1972年发掘的湖南长沙 马王堆汉墓 1975年发掘的湖北荆州凤凰山 168号汉墓 1994年发掘的湖北京门 国家港一号战国墓 以及此次发掘的江苏连云岗 双龙汉墓共四座 除此之外 一些地区也零星有诗诗出土 但主要集中在历史完断的明清时期 自未尽至宋元的漫长时间里 几乎没有类似现象发生 数百年和两千多年从时间上说 这两类诗诗自然无法相提并论 可是诗诗的出土 为何会呈现这样一个奇怪的功率呢 其实不仅是今天 根据文献记载 在漫长的历史阶段 古人在生产劳动中也曾经发现过诗诗 但正因为过于特殊和罕见 他们干脆将诗诗附会成了 上古神话中的汉靶 认为一旦出现诗诗 就意味着灾难即将来临 可是 原本数月就该腐败消失的人体组织 为何能跨越千年不符 今天人们又如何用科学 来解释千年诗诗的形成呢 在誓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下 很久以前 先民们就有了为尸体防腐的意识 先行时期 大贵族物葬中之所以普遍陪葬玉器 使用诛纱 其实原因之一也是为了防腐 考古学经验表明 有机制文物的保存 其实和玉器诛纱无关 而是需要满足蜜蜂 深埋 保水三大条件 同属有机制 但更加复杂的人体 自然也不能离开这三个要素 东汉以前 墓葬都为深达十余米的数学土坑 金楚地区又流行用高泥包裹木质果实 这种神奇的物质不仅能隔绝空气 还能锁住水分 一些储木中出土的漆木器 亮丽如新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事实表明 棺果制作越考究 笋某结构越严密 高泥层越厚 埋葬位置越深 棺果中棺叶水位越高的墓葬 文物保存状态就越好 马王堆汉木女师 其身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 丽苍的妻子 凤凰山168号汉木 出土的师师岁先生 生前则是位相当于今天 副厅级干部的武大夫 国家港一号占国墓 尽管规模较小 甚至没有出土印章 剪读等能表明身份的文物 但依然属于世纪贵族 包括连云港双龙汉木的 林慧平在内 这些墓主人 无一不是广有资财的 达官贵人 东汉以后 砖式墓开始流行 高泥彻底从墓葬中消失 由于密封效果不好 这个阶段的墓葬 不要说珍贵的诗诗 就连普通的有机制文物 都很少能保留到今天 到了宋代以后 尤其是明清时期 人们开始普遍使用 被称为古代水泥的三河土 这时候 一些小型墓葬干脆舍弃清砖 完全用三河土包裹 反而封闭严密 因此才又有了诗诗的出现 2001年3月 安徽荡山出土的清代女诗 就属于这种情况 经过科学发掘的 先秦两汉墓葬数以万计 同时具备三大要素 有机制文物 也得以保存的 储文化墓葬也不在少数 但诗诗却仅仅出现了四句 由此可见 诗诗的形成远不是这么简单 在2007年发掘 与凤凰山相距不远的 荆州谢家桥汉墓中 包括棺果在内 众多有机制文物保存完好 棺盖上的围杖色彩 依旧鲜艳 混榜七盘的丝带还能解开 参与现场发掘的考古队员 都认为将会出途第五句诗诗 但开关后 关内却只剩下一副漆黑的骨骼 可见除了三要素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因素存在 人们甚至怀疑下葬时 古人可能对这四句诗诗 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措施 曾经担任金门市博物馆馆长 参与过郭家港一号战国墓 发掘的刘祖信 就根据官业做出过这样的推测 他就是把整个尸体 除了这个杯子 这样覆盖的这个杯子以外 其他的都是放一些药材 在里面保护这个尸体 防腐 考古圈有句俗话 叫干千年 湿万年 不干不湿 就半年 保水的关键是始终浸泡在水中 四句千年湿湿的棺木 无一不充满棺叶 但令人惊讶的是 四种棺叶的成分 杏状 甚至颜色和气味 竟然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国家港一号战国墓中的棺叶 色泽透明范绿 棺底有很多膏状 类似淤泥一样的沉积物 因此 尽管已经无法检测到 任何药物成分 也没有什么特殊气味 但刘祖欣还是做出了 关中曾经装满中药材的推测 我们国家蒙面前 这个保护尸体 也没有全世界在保护尸体 都没有很好的办法 就是富二玛丽 用这个油是泡 与国家港形成巨大反差的 是凤凰山 1975年开关的那个瞬间 曾经担任 荆州市博物馆副馆长 参与过凤凰山168号汉墓 发掘的彭浩 至今记忆深刻 刚弄开一个缝 它边上就哗 往外流了红色的液体 而且那一股奇臭的东西 气味跑出来了 大家一下子好像没有任何的准备 赶快把它合上用 据说这股恶臭 在荆州市博物馆办公楼 盘踞了数日之久 其功效堪比生化武器 尽管条件有限 但对于红色官叶的形成原因 人们也曾经进行了基本分析 不脏的时候 一定是有各种 包括这种红色的朱砂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放在它这个尸体里面周围 在这个地下埋葬的过程里 这种地下水缓慢地渗入 渗入以后 这些东西逐渐有一部分就溶解了 朱砂是不溶解的 它就是颜色都还是降红色的 其他的都溶解了 就形成这种降红色的官叶 绿色 红色 无味 奇臭 与此相比 双龙汉木的官叶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 水质清澈透明 也没有异味 或许正是因为官叶的差异 四句诗诗都保存得很好 但在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不少区别 开启三号官后 最让考古队员诧异的是 女尸周身附着寸侣 一度令人尴尬 1975年 考古队员刚刚看到 168号汉木官中的碎先生时 曾经也怀疑汉代是否存在裸葬风俗 这个尸体身上几乎就没有衣着 有那么一两件麻布之类的衣着 好像也都不是穿在身上了 就搭在身上了 一开尸尸后 考古队员才发现 官邸其实散落着不少衣物 他们应该都属于官主员的衣青 官内还出了几件 除了麻布裙 还有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大家还想到 觉得应该是穿了的 只不过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细扣 袋子都断了 都烂了 都松开了 就和身体分开了 国家港一号母战国女尸 被发现时同样裸露 但盗墓贼供认 尸尸周身曾经包裹着多重衣青 是他们将这些丝织品 和女尸的头发一起 装在一个密码箱里 和其他被盗文物 一块打包出售 从广州那边盆安回来之后 把那个密码箱里面的 那个丝组打开 它一层酒精味 他说当时是放酒精这杀菌 怕那个死人的东西啊 感谢观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泡时间长了 它就掉下来了 它朱砂大概当初是 使用量是非常大的 因为面部的凸挖部分比较多 你像腿部相对就少一点 腹部是因为做了解荒 那都干干净净都没有了 如果人们仔细观察 会发现 尽管湿湿的每一个毛孔 都非常清晰 但却没有一根汗毛 其实它缺少的 不仅仅是这些 头发也没有了 就像我们现在流行的 大家都剃光头似的 刚刚开始清理时 考古队员就发现了这个异常 人们当时的推测 是神秘的红色官叶 造成了这种现象 官叶有杀菌的作用 对皮肤 对我们现代人的皮肤 都还有一些刺激性 同时还有相当的腐蚀性 腐蚀就是说人体的毛发 基本上都给它消失完了 就说这可能对脂肪 蛋白质这些东西的保存 有利 男性湿湿毛发不存 但三具女性湿湿 却都保留着浓密完整的长发 难道说是因为性别不同 毛发也存在着某种不同 还是说 这些神奇的官叶 个性十足 在保护了人体的同时 却对附着于人体的衣物 毛发 存在不同的态度 由于发掘时代久远 当时的考古工作 缺乏更多学科密切配合 如今 这些诗诗千年不符的秘密 已经无法彻底揭开 但学者们公认的是 除了有机制文物保存三大要素 以及官叶微量成分差异外 逝者下丧时的状态 也十分重要 综合四具千年诗诗 生前其实都已进入老年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他们无一不是疾病缠身 死前多日未曾进食 腹中空空 除此之外 他们应该都死在寒冷的冬季 死后很快 就被深埋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深邃木坑中 可以说 除了某些特殊原因外 诗诗之所以千年不符 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考古工作者对林慧平遗体 进行了包括解剖在内的深入研究 诗诗千年不符的秘密 虽然无法彻底揭开 但这件珍贵文物 为人们探索2000多年前 人类体制特征 生存环境 社会形态 族群关系 等一系列问题 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学者们收获了很多 西汉时期的历史信息 结合文物特征 及四口棺木中出土前壁的铸造年代 双龙汉木被确定为 汉武帝至王莽新朝之间 遗憾的是 由于二号棺中出土的两枚铜印 秀时过于严重 英文始终无法解读 人们只能暂时称呼它为东宫 根据解读出的目读文字分析 学者们认为 这位男性物主人 应该是一位与郡守比肩的地方官员 因为前史吊丧的 大都是诸如东海郡 洪龙郡 河南郡太守 以及东海郡城 河南都尉等地方军政大员 甚至有学者根据一枚署名 孤子曰平侯勇的目读判断 东宫就是这位平侯勇的父亲 一位官高决险的列侯 从双果四官的格局分析 人们推测 包括三号官的林惠平在内 双龙汉墓安葬的应该是东宫 以及他的两栖遗弃 之所以四人同血安葬 是因为存在迁葬的可能 即牧主人陆续死亡后 后人将他们重新选指移葬 这也就解释了 在同样的埋葬条件下 其他牧主人尸身腐朽 而林惠平得以保全的原因 四人中他最后死亡 平侯勇将已故的父亲 以及父亲的其他配偶千来和林惠平一同下葬 可能下葬时 另外三人就已经是一句句白骨了 时光荏苒 岁月如苏 数千年的华夏文明 以文物为载体延续至今 长河春刷尘埃覆盖 多少往事就此成名 今天的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 尝试还原那一个个 曾经鲜活的历史片段